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隔的话题就是 如果你经常要坐 很容易很多毛病 特别容易血糖高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可以帮你降血糖 还快速烧脂降胆固醇 这么好的消息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大家都知道 坐得久容易肥 肥是很多疾病的缘由 更会有研究证实 死亡率会增加40% 究竟如何才能减低这些风险呢? 早前美国有一项研究指出 当你坐在这里 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快速降血糖到52% 还可以降胆固醇 才减低坐得久 带来的身体上的危机 都市人繁忙 上班当然要坐 所以美国的Houlston大学 早前进行了一项研究 他就测试坐得久之下的血糖反应 研究人员招募了25位 运动量不一的人士参与这个实验 还将它们分为两组 被测试的人被安排 每一位喝一杯葡萄糖饮品 其中一组喝完后坐得不准动 另一组坐在这里 但是黏起了脚尖 结果发现 跌高的脚跟的那组测试人 喝了葡萄糖之后三小时 血糖指数减少了52% 好惊人啊 胰岛素的分泌量也降低六成 就算你本身的运动量不太多的人 这些测试者 如果黏高的脚趾 脚趾跌地 这个动作之后 血糖也有所降低 那你会很奇怪 咦?这样的动作 为什么会可以降血糖 帮助燃烧脂肪呢? 根据他们的报道解释 这个简单的黏脚动作 其实是一种被称为 比目鱼肌养饿起座的运动 为什么叫比目鱼肌呢? 因为那个小腿肉的名字 就叫比目鱼肌了 这项运动需要你坐在这里 脚尖碰地 脚趾是离地的 你期间就会运用到小腿的比目鱼肌 所以就叫这个名字 比目鱼肌养饿起座运动 研究人员就表示 虽然这个比目鱼肌的重量 只占人体的重量1% 但是它承担的动作就是你企立 行走跑跳的功能 因此你多些进行这个部分的活动 是可以提高局部的新层代謝 就好像有运动 就帮助你降低血糖和燃烧脂肪了 所以整天也要坐的上班一族朋友 等你坐在这里 可以将头帮趾鼎 跌高 脚尖碰着 habe 放下 也移动 那你 Feo 不只可以燃烧脂肪 还可以降血糖 何乐而不为呢 希望大家都 坐得舒舒服 之余也可以有运动 帮切 NGO臆 一举两得 多谢您收听